今集討論的是X-MINI的藍牙耳機 X-MINI之前說過它的藍牙喇叭都非常不錯 第一次出藍牙耳機 樣子都不錯 不過其實外面很多都大概是這樣的 有個桶 桶其實已經是幫那兩顆藍牙耳機充電 充電就不是充在耳機上 是充在桶上 本身這個桶也是一顆電 就是你充完它 你帶這個桶出去 耳機一沒有電 你扔下去它就繼續充電 有什麼賣點呢 它有一大堆賣點 但我先說一些我覺得心動的 第一它是藍牙5.0 有些都還在走4點多 一邊通話也是兩邊一起通話 IPX4的防水功能 它不是叫防水 它叫撥水防護功能 就是怕你抓它自失 你又說防水的 其實你帶著它下雨 也不會太害怕它壞 加上這個桶 加上一個插爆了的桶 它是可以玩到14個小時 說到尾還是要試一下聲音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聲音 剛剛聽完幾首不同的歌 可能是新開的 所以那些聲音比較硬 但是那些Bass 尤其是鼓聲是很實的 和dynamic很闊 所以如果你聽POP的話 就是聽流行曲的話 應該可以的 但是如果好像我自己那樣 聽人聲 聽Jazz的就可能差一點點 這樣拿上手 就真的體現到它很輕了 剛才放進耳朵 如果我帶我可能換小一級的耳膠 那我就會舒服一點 對了 如果這些藍牙耳機 你長期戴在這裡 你不會放下的 就是一直塞在耳朵 我就覺得大家的耳膠 真的不要太窄 如果不是對耳朵也不太舒服 我純粹打來是試一下藍牙耳機 你覺得聽不清楚我講話 小小回音不是好說 那就行了 OK 拜拜 剛剛試了打給我老婆 看看 尤其是平時 這些藍牙耳機不是有一枝東西伸出來的 因為始終沒有一枝這樣的麥克風 那我不知道 他那個人被收音會覺得怎樣 打給老婆老婆說都聽到OK 是多了一件一回音 但是不說就不知是 我用免提或者用耳機去講電話 如果你真的用藍牙耳機 想找個再輕一點的 想找個電的持久力是長一點的 又或者是買來送給未有藍牙耳機 想要藍牙耳機的朋友 那Xmini這個新的True Wireless的耳機 我都覺得可以一試 有多少價錢不算太貴 製造我的餐廳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